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感谢我父给我们奥秘 使我们做我父的儿子 在这时间 求主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使我们内心无愧 我们如果做了上帝的儿子 我们就呼唤阿门 并不是迫不得已地喊阿门 成了魔鬼 导致我后的儿女不幸 也害了这个国家 求主使我们正确地领悟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 祷告 阿门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 提三文家 胡书三章五集 有时候我们很累 我们就回他们家 为什么要回家 属魔鬼的时候就想回趟家 大家和我 凡是我们爱肉体的时候 就是属于魔鬼的时候 你献出生命了 就觉得什么都不疼了 我献出生命 我要死的时候 什么都不疼了 而我们呢 却没有献出生命 整天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偶像来敬拜起来 爱惜自己的肉体 这时候就很疼痛 铁色尔文家后书三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上帝 并学基督的忍耐 阿门 我们都平安舒适地坐着 主引导我们的心 而我们没有遇见这位主 所以我们的心没有被引导 总是照着自己的心愿来行事 提摩太前书入章九节 凡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做事 自我的时候总会遇到问题 总遇到难题 遇到试探是因为你太自我了 按照你的心愿来做事 如果你的心被主引导了 这时候是得祝福的 按照你的心愿来行事 这就是灾难咒试 遇到试探 那么如果大家也遇到试探了 那说明赶紧领悟没有遇到 没有受主的引导 我们再来读一遍一二 愿主引导你们的心 叫你们爱上帝 并学基督的忍耐 阿们 主要引导我们的心 而我们为什么没有被主引导 整天在发脾气 整天有抱怨 哪怕我在楼道里献礼拜 我都觉得很高兴 有一次我在舍尔参加复兴会的时候 那时候下雨下很大的雨 那时候好多信徒都在院子里 没有 无法进到圣殿里面 然后衣服都被淋湿了 那也没有人动都不动 那也没有人移动 淋着暴雨在那里献礼拜 那么为什么还有理由 内心有魔鬼的时候就有理由啊 谁在引导我们的心 唯独主在引导我们的心 那主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找一下西伯来士13章6节 主是帮助我们的 帮助我们的主在引导我们的心 我们自己是无法引导自己的心的 大家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有些人能行呢 大家都分辨吧 我们要得到主的帮助 我们大家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任何人都无法帮助我们 父母也帮不了我们 儿女也帮不了我们 我们做西断悔改 我们把祝福留给儿女们 不是依靠我们人的努力 我们一起读一下 西伯来士13章6节 一二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阿们 唯独主帮助我们 使我们帮助我们去天国 我们的辛苦重担 主为我们都承担着 主实现我们的心愿 把我们引到得福的地方 而我有罪 我有我的罪 和祖上的罪的时候 主就离开我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 再来救主 不行的人 大家都领悟我 有些人因为爱惜肉体 不来到主面前 整天照着自己的心愿来做事 所以就遇到试探 遇到问题 而你们不听话 总是不顺利 这就是假的信徒 和真的信徒的区别 谁帮助我们 主帮助我们 主进到我心里来 引到我的心 把我引到哪呢 首先把我引到上帝的爱 那么我们爱了上帝 我们爱了上帝 上帝就给我们财富上的祝福 这时候是获得一切的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我们找一下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因上帝的爱 使我们获得一切 我们得到了这爱 这时候 一只病痛 魔鬼被赶脏了 而你得到祝福 我眼前有祝福 也有去地狱的灾难 山密西山这章十五节 那么我们得到祝福了 这时候是我的儿子 千万代也获得祝福 主引到我的心 才能使我获得这个祝福 所以我们要获得主的帮助 在这时间 我们要得主的帮助 大家都阿门嘛 我们一直以来 好多人说 我在信仰生活中 都成了长老权势 知识了 为什么还不行呢 那主引到你的心了吗 主要引到我的心 我要获得眼前的祝福啊 大家一直听的 都是不行的教导 所以总不行 我们现在要遇见主啊 那么主就遇见一次就能行吗 我们每天要遇见主 每天三次都要遇见主 我们找一下诗篇 六十八篇十九节 我们现在走向能行的道路 这样多好啊 一直以来不行的 走向能行的道路了 没有主当然不行了 主是谁啊 主是基督 是上帝的奥秘 四季段悔改 那以前有四季段悔改吗 没有 四季段悔改 是上帝的奥秘 在圣经中是隐藏起来的 任何人都没有做四季段悔改 如果你没有遇见主 那你就是去地狱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遇见主 诗篇六十八篇十九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 阿门 拯救大家和我 使我们去天国的上帝 我们遇见 我们一定要遇见这位上帝 这位是 这位上帝是谁呢 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要遇见 我们要把我们的辛苦重担 交托给上帝 这位上帝正是主啊 所以我们就见一次 就祷告一次就行了吗 不行啊 每一天每一天 那么有些属魔鬼的说 信一次这一辈子就都能行 结果遇到灾难咒诅了 然后他看到能行的人 他就觉得很奇怪 这福音是靠嘴来传吗 还是靠权柄来传呢 这福音是靠能力 靠权柄来传的 一副作诗三章七八节 那如何才能获得能力 如何才能遇到这个 如何才能得到这权柄 如何才能获得这能力 什么时候使贪子站起来 什么时候能使魔鬼赶走 什么时候癌症能获得医治呢 什么时候使我们能够 拥有平安的心呢 就比如说有220伏特的电 这个电线连上了才有电 我们呼喊阿门 不喊阿门就是属魔鬼的 不喊阿门的时候是总有诡计 十篇五篇十节 你有诡计的话 就被自己的诡计败坏 在麻山有位公务员 某位男知识 他是公务员 他们教会的女知识 在抱怨 在发怨言 他听了这些话之后呢 他也跟着一起发抱怨 发怨言 这说明他自己也没有遇见主 没有做悔改祷告 而我们听了怨言 我们听了抱怨的时候 我们要领悟啊 这些人发怨言 抱怨 说明他们是属于猪狗啊 而你属魔鬼的时候 听了抱怨声音 属于发怨言声音的时候 你就一起来说道 一起来背地里说别人 你那些是故意不认识上帝的 然后当时他就鼓动这些女知识 不让他们 交感谢心 不让他们交建筑礼金 不要见教会了 结果他的儿子变成了猴子 在座的各位当时在场的信徒 可以举一下手啊 他的孩子突然变成猴子了 他孩子是上幼儿园的 结果他孩子突然脸都变黑了 然后嘴里面是发红色的 然后也说不了话就发声呃呃这样的声音 我就问他 你犯了一个上帝非常讨厌的罪 然后他的夫人就提醒他的丈夫 他丈夫呢就鼓动那些女知识们 不要建教会 结果吞吃了儿女 害死了儿女啊 我们不要这样 主不引导我的话 我就这样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五到十四节 我们每一天每天都有罪 每天每天都有贪婪私欲 我的内心的贪婪私欲让我受到遇探 使我遇到试探 那么我有贪婪私欲的时候 不能放着不管 我要做悔改祷告了 我光强忍 我强忍的时候是被魔鬼所牵引的 这时候又抱怨发怨言 所以发怨言 抱怨有理由 妒忌猜忌的时候 上帝是给我带来亏损的 还是上帝是给我带来福气的呢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只要我做四季段回答 我是不会受亏损的 你为什么总有理由 看着别人的祝福 反而受试探呢 这都是因为你属魔鬼呀 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阿们 我们心里有小小的私欲 贪婪 二十四小时不断有这个贪婪和私欲 这时候就不感谢 总有抱怨了 全能者是都知道的 全能者在引导我们的信仰 昨天我们讲到 昨天夜里讲到也跟大家讲了 我们祷告了 我们依靠信心所求的 这已经都获得了 而我为什么得不到 是因为心里带着疑心疑惑 拿个书 一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心里有贪婪私欲的时候 就 就怀疑有一心疑惑 我内心带着贪婪私欲的时候 是属魔鬼了 再怎么呼唤我父我父 都得不到应许啊 我们如果成了我父的儿子 那么我们是在基督里呼喊阿门的 是自然就能呼喊阿门的 昨天那么多孩子看见我了 只有我的孙子静一跑到我这里来 喊我是爷爷 因为其他孩子看见我 喊不了爷爷 为什么大家坐在这里不喊阿门 那是说明没有进到基督里来 所以我看着大家不喊阿门 我就说你们真是要吞吃孩子们吗 为什么你们喊不出阿门呢 是因为你们没有做四季的悔改呀 如果你做了四季的悔改 基督就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这时候我们就能喊阿门的 所以我的师母经常跟大家提醒 不喊阿门得祝福啊 因为他看过太多的人 喊了阿门得到了祝福 圣经中 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我们就喊阿门做上帝的儿子 比如说电话刚连的时候 还打不了电话 这个线连接上了 就才能打得了这电话 那么我悔改彻底了 这时候我们就能呼喊阿门 这时候主进入到我心里来 主进入到我心里来 这时候一切都顺利 那么我们一年只见一次主 还是每一天都要见主呢 是每一天都要遇见主 每一天我们都要把自己的辛苦和重担 交图给主 你不这样做 你就跟约伯一样 丢失一切的财产 害死自己的儿女 我们要得祝福啊 无论我的处境 我的现状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得祝福啊 哪怕我是打扫卫生的 大家知道约瑟 他被卖到别人家里做仆人 而那时候他成功了 但是都各位 没有人的处境不比约瑟强的 而大家为什么不能成功呢 主并没有与大家同在 约瑟一直和主同在 而大家并没有和主同在 每一天每一天 约瑟会与主同在 所以每天他睁开眼睛 他就遇见主啊 我们心里发出来的贪婪 使我们不遇见主 哪怕有一点点贪婪 我们就成了猪狗了 又不感谢总有理由 就成了猪狗一样 犹大树一章十六斤 这时候总有理由 好像很聪明一样 我们现在是属于 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看自己的丈夫 都不像主 无法把自己的丈夫 当作自己的主 所以大家也没有一心一道 也不敬畏上帝 所以丈夫去上班了之后呢 大家就打电话 给朋友们打电话说 我们今天几点聚会呀 参加同学聚会呀 你参加同学聚会 都是去犯罪呀 这世界只是越来越不好 提摩大后书三章 十二到十三节 这世界变得越来越 误会越来越恶 那么大家和我 就要犯罪走向 败坏的道路吗 不是啊 我们要得主的帮助 我们要得主的帮助 今天我们要遇见主啊 我们要遇见主啊 那主是谁呢 主是基督 是四阶段悔改 所以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能遇见 帮助我们的主 主进入到我心里来 引导我的心 这时候把我带到 得祝福的地方 得财富的祝福 真言八章二十一节 我们都说爱是最大的 有些人说 我们结婚的时候 都没有什么礼金 大家你和我爱就行了 而这个爱都是猪狗的爱 没有四阶段悔改的爱 都是猪狗的爱 那不是人的爱 我们人类在这地球上 都在都喜欢冥想 魔鬼是冥想的 你成了魔鬼冥想有意义吗 你成了恶冥想有意义吗 所以在监狱里 你犯了罪 在监狱里整天冥想 结果你变更大的恶 更大的偷盗 我们要默想 这冥想是头脑的冥想 我们要心里默想 才能做人呀 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为什么还不行呢 大家没有每一天遇见主啊 我们如何才能每天遇见主啊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悔改什么罪呢 回改祖上罪 回改我的罪 十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祖上的罪 大家的祖上有过五十年 或者过一百年的人 大家的祖上 有些人看别人的不好就说 活该 诽谤别人 结果这个不好的事情 就留给儿女身上了 大家都没有 从未卖国贼 大家都没有做逆贼的事情 但是呢 大家的祖上 大家的父母 看别人卖国了 看别人犯了逆国罪了 就诽谤他人 说别人 真活该 结果这些逆国贼的罪 就留到儿女的身上了 这因二十四章 十七十八节 大家的祖上 说错了一句话 行为不好 这一样 这不好的 都留到儿女的身上 为什么昨天晚上 我得到了恩典 但是我睡一觉 我今天又不乐意了 心情不好呢 这都是因为 恶恶又从心里出来了 又有贪心贪婪 这时候又属魔鬼了 所以也没有笑容 笑也笑不出来 屌地里踩的都是刺儿 所以大家总是觉得 很疲乏 很累 总是不行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 遇见主啊 每一天都要遇见主 遇见主了 把我们的重担 全交投给主 得主的帮助 求主引导我们的心 受主的引导 这时候今天就能活过来 今天就能得救 这是每一天每一天 都要做的事情 大家都阿门嘛 那么我们和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吧 我身边的人 是不是连阿门都喊不出呢 他不喊阿门 迫不得已喊一口阿门 这都是百分之百魔鬼 这都是属于二重人格的 你喊不出阿门的时候 赶紧告白 对啊 主啊 我怎么就喊不出阿门呢 而你还装模作样的 喊阿门一样 这时候 这类人肯定是来欺诈你的钱啊 那我属于一类的时候 我也被欺诈了 我们看一个人的行为 他不喊阿门 也没有笑容 那就赶紧领悟 他是属魔鬼呀 这都是带着灾难咒诅的 上帝都告诉我们了 他没有笑容 那说明他没有进入到基督里来 他就没有信心 没做上帝的儿子 如果你有了信心 你是带着一切喜乐的 罗马书15章13节 这时候笑应你 脸上有笑容的 世上的人也说有笑容 脸上有笑容的时候 有点人气 所以在餐厅里找员工 在餐厅里找服务员的时候 都找会笑的人 如果我们进入到主里面 我们遇见主了 我们里外是一样的 里外一样的有笑容 大家都阿门嘛 我们要得祝福 我们一定要更好 我们一定要去天国 我们要遇见谁才能去天国呢 要遇见主啊 怎么知道的呀 而遇见主是每一天的事情 每一天每天遇见主 这时候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主 马太福音11章28节 辛苦受重担的人都来到主面前吧 站在眼前的牧师什么都不行 马太福音15章14节 站在眼前的牧师什么都不行的话 信徒们也什么都不行 那那种的地方就不叫教会了 上帝说没有基督 没有主的地方就不是教会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救恩啊 诗篇6 诗篇68章19节 我们再来找一下 再来读一遍 每一天每一天遇见主 所以我们今天要回改祖上的罪 要回改自己的罪 这时候能遇见谁呢 我们遇见主了 就受引导啊 生命纪三十章十五节 唯独主引导我们得祝福 唯独主引导我们的心 如果主不引导的话 魔鬼就牵着我了 牵着我走了 无论是大家的儿女还是夫妻之间 无论是大家的丈夫或者是夫人 有时候发疯发狂的时候 不是人的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发疯 为什么会这样发疯呢 你又抱怨又发怨言 内心带着贪来心 真言十八章二十节 你这时候是排斥智慧 你是不爱去天国的 遇见试探的人 希伯来说三章十三节 你每一天要劝勉这样的人 你那些属魔鬼都是 你心里的贪婪不做悔改 你背地里诽谤他人 说别人 说别人的坏话 耶稣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是在山上还是在田野里 哪怕在魔鬼的鬼屋里 他也献了礼拜 为什么 因为耶稣是最强的 最厉害的 软弱的人才有理由呢 强大的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那么大家要获得眼前的祝福啊 但是大家连阿门都喊不出来 成了魔鬼的仆人 那当然什么都不行了 这时候儿女也都不行了 你自己也不行 也吞吃了儿女 正言二十四章一解 你成了恶人 什么都顺利吗 这都是属于走向败坏的道路 所以我跟大家也讲了 美国有一家汉堡店 有一家汉堡店 特别好吃 一年闹 而他们这家汉堡店的会长 他没有信耶稣 攒了一堆的钱 有那么多钱 结果呢 开自己的私人飞机的时候 全家都死去了 恶人好像挺好的吧 这都是很可怕的灾难 真言二十一章四节 你都不喊阿门 你都无法遇见主 你都没有做羊 整天没有感谢 总有理由 这时候是走向凄惨的道路 走向败坏的道路 大家要谨慎 我们要做四阶段 悔改遇见主 遇见主的话 主为我们解决一切 祝愿大家阿门 好好的生活 主今天要引导我们 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 来走的话 是受试探的 天文在前说六章九节 受主的引导 是得祝福的 儿女得祝福 有晚年的祝福 唯独主引导我们 使我们得上帝的爱 这时候遇到财 这时候得到财富的祝福 上帝是用爱创造了我们大家 使我们拥有幸福 给我们财富上的祝福 有些人说了 跟丈夫说 你只把钱寄给我 你都不需要回家的 我们有时候温饱了 就想得到一匹马 有了一匹马 我们就想要一个仆人 这贪婪是不断地有 我们的父都知道 我们很需要财富 所以创造了天地的时候 上帝是先把财富给了我们 先把财富 使我们不至缺乏 然后给了我们 而我们总有抱怨 总有怨言 我们遇见主了 上帝才把这一切给我们 我们再读一遍 诗篇68篇19节 一二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是应当称颂的 阿们 是每一天呀 是每一天遇见主 是一整天要遇见主啊 你这一天 你做三遍 四季段悔改 那么这一天就这样度过了 你领悟罪需要一个小时 你厌烦上帝的罪 你求上帝饶恕 你求一个小时 然后你毁了你的心思 我的心洗净我心里的罪 这时候我再洗一个小时的罪 然后感谢上帝 也感谢一个小时 就变成 然后这时候就四个小时度过了 那么白天十二个小时 每天做三遍的话 就十二个小时啊 十遍五遍五遍十七遍 就像每天吃三顿饭一样 每天做四遍 做三遍四季段悔改 每一天遇见主 主为你承担你的 你的重担和你的辛苦 这时候主引导你 来到上帝的爱 有了上帝的爱 大家就什么都幸福了 什么都感谢了 你感谢了 你拥有幸福了 这时候上帝给你财富上的祝福 使你充满富库 这就是上帝的爱 上帝把财富都给了你了 就把什么都给你了 这就是使我们去天国的道路 我们一定要获得这祝福 这时候我和我的儿女的祝福 大家都阿门嘛 所以我们今天 每天每天要悔改祖上的罪 要悔改我的罪 得到主的引导 那上帝的爱 把我们引到哪里 把我们引到上帝的奥秘 这一段悔改里面 这就是忍耐 约伯得到祝福是因忍耐啊 雅各书五上十一节 这忍耐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我们遇见了这种 才能忍耐 好多人来教会 来来去去 这都是因为没有忍耐的心 属魔鬼 爱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 昨天我在餐厅里 问了一下几位信徒 好的信徒 年过六十年过七十就发现 上帝很可怕 之前都没觉得上帝很可怕 现在觉得上帝好可怕 上帝是活着的 想做一点事情 都觉得很可怕 说明你的心都没有受主的引导啊 这种礼物太晚了 所以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六十七节 你要辛苦到什么时候 你才肯遇见主 才肯改变你的行为 你要顺从主的话 你要到什么时候 才肯顺从主的话语呢 今天我们遇见主 使我和我的儿女得祝福 使这个国家得祝福 大家都爱能获得这祝福 我们一起呼唤主要三唱 悔改祖上罪 悔改我的罪 今天我们出了门 遇见不顺利的事情 赶紧遇见主 赶紧领悟这时候又属魔鬼了 不要被魔鬼所牵引着 凡是我们不做悔改 有罪的时候 就被魔鬼所牵引了 所以遇见问题了 这时候赶紧回改 这个是我的罪 我要回改这方面的罪 我们看到镜子里的事情 这是我的罪 是我和我祖上的罪 所以尽早的领悟 这是祝福 赶紧领悟是祝福 所以大家爱能获得胜利 我们呼唤主要三唱 一起得祝福吧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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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上帝 求主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子 使我们做四些段悔改 互换安门 有感谢 与主同行 使我们拥有爱 使我们获得无限的祝福 求主使我们恒久忍耐 求主赐予我们忍耐的心 获得祝福 求主使我们彻底的悔改 获得这一切的祝福 主啊 主啊 感谢您